日王牧师分响道 当以赛亚书六十章所说的大复兴诞生 世上一切君王 元首和万民都会留归石安教会的时候 被提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 甚至可能是在短短几星期内发生 届时当大复兴临到 才来到石安教会朝圣的人 其实很多都不能够被提 大部分可能连参加高阳婚言的奔客资格都没有 要在被提发生之后 继续留在地上一千二百六十日 再一次接受神的考验 看看他们能否在这三年半里面 在性格内涵中成长 可以成为无依人 合格得到荣生 因为神的天国有兴趣接收的人 并非一大群熟血气的败类 而是一群拥有次神性格 在生命中结出圣灵果子 能够在神面前合资格成为奔客 同女 甚至辛苦的人物 是真正能够在生命里面 反映出神生命光辉的人 永恒中 神接收的 正是我们人生中结出的果子 所以 他们看见大复兴 看见石安被神高升 因而慕名来到石安教会尖光的人 无论他们是谁 都必须在信仰中从最根基开始 为神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子 才能够为自己种出荣生 就如主耶稣所说 世界末日的时候 是收果子和收果物子的时候 坏果子 野葡萄和拜子 都会被神废弃 涌在地狱中焚而毁灭 正因为神要求我们的 是果子 而不是属血气的财能 金钱 地位 圣咒和名声 所以 当郡王和元首来到就神的光 其实他们就等同一位初信 要借助学习初阶的圣经真理 逐步建立自己的信仰 在生命中走出真理 在面对各种逼迫和考验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作出正确抉择 属灵的道路并没有测经 亦没有人能够拥有特权 可以不走真理 神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拥有的特别身份 而对他们偏思 因为他们花了一生 在属血气的财能 金钱 地位 成就和名声中 却从未花一刻钟 为自己的永恒赚取任何奖赏 所以他们的信仰 是必须由根基造起 相反 神向谁多吸 就会向谁多要 所以 相比以往世代信主的君王和元首 或是一般平民百姓 神对末后日子的信徒及君王元首 是有着更高的信仰要求 因为大福兴出现的时候 神的同在和真实 已经到底一个无人可以否定 几乎已经不需要用信心的地步 神不会变代末世的人 也不会兴看或者歧视以往世代的人 所以 在末世中 见证更多真理 更大神职的人 相对地 也必须行更多真理 有更好的性格内涵 先可以和以往世代的人一样 得到相同级数的永恒赚赚 然而越接近末后 真理的复还程度就更高 我们现代得知的真理就更多 所以 唯有末后日子才会出现辛苦 这个是以往世代的信徒 不可能拥有的身份 就如智能电话iPhone一样 只是近十几年才出现 二十年前根本尚未有 在二十年前的人 不可能拥有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事物 这个就是神的预定 所以 为何主耶稣向门徒说 对于门徒而言 他离去比留在世上更好 因为他的离去 会让门徒藉着圣灵 看清自己信仰的真面目 真正认识自己信仰的程度和光景 正如彼得 假如主耶稣没有被罗马兵丁捉拿 要钉十字架 他就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贪生怕死的罗夫 还以为自己会愿意为信仰面对迫伯和殉道 但真相却是 他在主耶稣身边的三年半 只是吃尽了果子 而不是结满了果子 借着主耶稣的离开 以及门徒要学习自己去跟随圣灵 我们就明白 为何在末时的时候 神要设定被提的发生 因为石安教会的使命 就如主耶稣的使命一样 当我们完成了神给予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成为了被神印证 在性格内涵上成长至信仰巅峰 成为合资格的辛苦 成为世上所有人信仰上的标准答案 model answer之后 神并不会让来朝圣的人 所谓倚靠着我们而得救 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信仰 结出自己的果子和墨子 才能够得救 目前 这些人连幼苗都尚未种出来 所以 那个时候他们必定要由根基做起 由基层的历练中开始行真理 借着各种信仰磨练和取舍 在困境中急剧成长 这样 他们才会被神接纳 如同石安教会被神接纳一样 所以大复兴的时候 很多人会信主 也有很多君王和精英来到石安教会 其实这个时候神对石安教会的塑造已经完成了 但我们还要存留一段短时间 目的就如主耶稣在最后再世三年半的目的一样 他是要在门徒面前留下一个信仰标准答案的榜样 我们也同样 要成为这些大复兴中刚信主的人的榜样 使他们的信仰内涵 能够赶上成为被提的奔客 和我们一同被提离开 而赶不上的 就要在1260日里面 重新起步 在敌基督的恐怖统治和磨练中急速成长 对于大复兴先信主的一群人而言 他们不单只要听神对这个时代的最新解释 就是2012荣耀盼望信息 更重要的是 要听最基础的真理 如天国比喻 跟进行列 以及心意更生等最早期的家序信息 使他们能够在生命中穿上公义袍 结出物子和生灵的果子 使自己不单有真知识 不会跟随敌基督 并且可以在生命内涵上 被神接纳为天国的子民 可以得救和被提离开大灾难 我们在大复兴中的唯一目的 就如主耶稣一样 假如我们一直没有被提 那些赶不上的人 可能一生都不知道自己从未被神接纳 可能他们一生都活在自以为事当中 以为自己能够参与大复兴 是因为自己在信仰上合格 即使他们无法被提 他们才有反省的机会 不再只是食果子 而是终于学会了结果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节目标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